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把羊排骨分出来 今天我们买的是羊排 然后我们要吃手抓羊排汤 善的话第一是你的羊汁 买到有善味的羊汁 第二个就是你的做法搞成有问题 开的时候注意到手 这一步当然你可以请卖羊肉的 来帮你处理 开的时候中间开 你炼子开的话别不让开 菜板手里不均匀就很容易这个 一刀就开了 你不要以肉为肉的 把这个剂下来 这个是两股肉 然后按我们手刷的程度 你看 这么长 这么长 是不是 然后把它开下来 两股肉提起来 对 这个都还有点快 你这个就太快了 这个中间都还要再改一道 你这个排骨你看你开片了 这儿是两根排骨 看没有 你这是两根排骨 清 你这时候你觉得想自己吃 哈哈哈哈 又被我吃穿了 大家看 把他失败 快这也要合适 好 我们为了让羊肉没的三味 最好是在流水里面 把羊肉泡一下 泡的时候最多换水 给它适当地炒一下 然后把血水给它去除了 我们现在先把它泡到这儿 下头我们还要把羊油切了 我们把它熬出来 先熬羊油 先把羊油给它熬了 羊肉汤如果没的羊油呢 它就不香 香味就不够 熬羊油老规矩 加低点白酒 加低点水 好好好 小一点 小羊肉 下头串串把这个羊油的油汁熬出来 下头串串把这个羊油的油汁熬出来 羊油我们还要把羊油的油汁熬出来 还有另外一个用处 对 羊羊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用鸡羊和羊 和羊 和多一起来的 那么好 来 先鸡羊 来 加两片老姜下去 好的 加羊 鸡羊煎了之后它不太香 而且它的汤才浓 一定是开水 熬鱼汤你要想浓 又浓又白 一定是开水 这个鸡羊汤当然就用来熬羊肉的了 哇 你看 大锅就是方便 大火哈 大家记住哈 还是大火熬 刚下羊肉的时候 把鱼骨头干捞出来 这样子羊肉汤才又鲜又白 手抓羊排菌汤 把菌汤处理出来 买的有蘑菇 金针菇 香菇 还有血菇 还有血菇 还有点这个 葱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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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葱草花 我们买的蘑菇回家之后 第一步就是把这个 爸爸给它夹下来 好 羊肉羊排 我这是五斤六斤羊排 橘子可可剥下去 加水 还要向鱼鱼 把鱼炒一睡 软尾的哈 再加一点白酒下去 羊肉不要串臼了哈 串臼不串臼了哈 串臼不串臼了 串臼不串臼了 串臼不串臼不串臼 串臼不串臼不串臼 对 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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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我们把鱼骨头捞出来 这样子大家吃肉汤的时候它就不得刺了 捞骨头的时候有个诀窍 这样子转转转的 然后露瓢这样子 它也说骨头就捞出来了 来 这个洗干净的羊肉 我们要把它搭起来 这个羊肉炖好久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如果是这个羊肢老 我们就炖它一个半小时 如果这个是羊羊 就炖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把羊肉炖起来之后 开大火 捞出来利多点 这个时候其实说实话 你都可以吃了 等下你说为了更好的 我们还要把它变一下 羊油下锅 葱下锅炸香 再来一个花椒 对了 给它爆香 多爆一下 你一定要让它爆香 好 加汤 加我们的羊肉炖汤 好 等下我们就边煮边吃了 葱 葱 主要是其他的葱香味 现在葱香味已经爆到油里面了 所以葱就不用了 把葱碾里丢了 好 海鲜菌加进去 菌子先熬起 把这个菌子全部加进去 大家看一下菌子加进去 煮起 每每一个 又是菌子又是羊肉的 来对一个就是我们的羊排特色在水 花椒下锅 油嘴下锅 羊油油嘴 也可以用猪油的 给它炒香 豆瓣下锅 再给它炒一下 再给它炒一下 炒一下 然后再增加点青海椒 增加点清香味 大家看一下青海椒下锅 蘸水嘛 根据自己的喜好 添加 铁色羊肉汤蘸水 然后再来点葱花 再来点香菜 再给它拌一下 再给它 羊排要炸个吃才八尺 这个人捏多吃 再来一口 八尺的 八尺的